这一节跟大家来分享Snapseed的修复功能 修复是很强大的功能 根据周围的背景环境进行自动识别 并修补上去 操作起来很方便 只要用手指将不需要的部分抹去就可以 我们打开Snapseed点击加号 从手机相册中导入一张照片 如果不想要画面中的某个人物 用修复功能立马让他们消失 我们点击工具 选择修复功能 用双指来放大图片 用手指涂抹需要批掉的地方 涂抹的地方会出现红色半透明的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所需要修复的区域 如果修复错误 点击底部左边的指示箭头返回上一步即可 选中所需要修复的区域后 松开手指 相应的画面区域会自动修复 我们涂抹区域的人物立马就不见了 修复完成后 点击右下角的对勾即可 同时修复功能也可以去除照片上的水印 以及照片中的杂质和脸上的斑点等 使照片更干净美观 有的时候为了更精准的涂抹 可以放大图片进行涂抹 图片越大 画笔越小 当调整完图片下方箭头会变成实色 点击可以调整到相应步骤 用来撤销或修改某一步骤 大家多操作会发现功能很强大 解决方箭头会变成实色 关键头会变成实色 钮头会变成实色